人工流产后注意事项 避孕不当,意外怀孕的势力比比皆是,很多人因为不想要孩子,就只能选择人工流产,虽然现在的人流技术较之过去的风险会较低,但对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,一些注意事项还是有必要了解的, 那么,女性在做人工流产时要注意些什么事项? 首先,手术前检疫一定要到专业的医院去检查身体,以确定身体是否患有其他的疾病,或者是否可以做人流,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应该先治疗好才可进行手术。 其次,手术后要尽量的多注意营养的补充,流产是会导致女性大量的出血,所以能量也是消耗很大,所以建议这个时候要多注意补充蛋白质,钙,维生素等这样营养物质。 再者,一定要多注意卫生,特别是阴道,要勤换洗内裤,尽量地选择消毒的卫生棉使用,以防出现伤口感染的情况,要多注意保暖,这个时候身子很弱,很容易导致感冒的情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